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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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裸臉 平時不需要化妝的時候 盡量裸臉見人是這樣是最好的 電腦對得多 電腦螢光膜散發出來的輻射 都可以令到你的皮膚受傷害 當然長期對著電腦 的確無論是對皮膚、對腰骨、對你的精神狀況 對你的交友、社交都是有影響的 那怎樣去幫助你的皮膚隔著電腦的紫外線呢 非常簡單 喝多點綠茶 不要上那麼多網 這個很廢話 最重要是上完網之後可以洗臉 甚至我會敷著 paper mask 來上網 那 paper mask 就可以隔著紫外線 有朋友問我說 Queenie 我臉上有暗瘡 我擠好了還是不擠好了 好 暗瘡要看什麼暗瘡才來擠 有些暗瘡是未成熟的話 你就不要勉強去擠它 就好像孕婦根本不可以生 你勉強去催生它 其實真的非常之不好 那怎樣為之暗瘡是可以擠得呢 首先你要看到它冒出頭來 有些白色的很明顯的白色點已經是擠起來了 生暗瘡最怕是孕婦瘡 孕婦瘡就是十月懷胎 好像穀了一個多兩個月 都好像沒有白色的頭出 都不覺得它很少會生出來 那有些什麼催生呢 就可以塗些 有些含有A酸 或者是果酸的產品 令到你的角質塵 代謝得更加快 那我一向我用開 就有這一隻 SS Pharma的A酸 但是皮膚敏感的人 就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都刺激的 還有我的皮膚是不算那麼敏感 那有時候我都會用這個Skinoran Skinoran 除了是可以令到你代謝 角質代謝更加快之外 它都有些去色素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是 那顆瘡在發炎的話 我就不建議大家是塗這個 杜鑽花酸Skinoran 因為那個酸性會令到發炎的症狀更加是惡心 這就是Mario Badescu的暗瘡水 粉紅色粉上面就是酒精 下面就是粉狀 那我通常我就會 穀瘡的時候 我幾鍾已經用了 這支是第四支了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不好處 是通常呢 我的粉都沒用完 它的酒精已經是揮發 但是我覺得其實那些粉不需要太多 OK啦 那關了暗瘡 你又看到白色的頭 那怎麼辦呢 那當你如果看到白色的頭沒有出來 其實如果你 替它吹乾淨 其實是可以令到你的傷口更加快 但是如果你的瘡 是根本未準備好 給你擠的時候 你強行去擠它 其實就很容易令到你的暗瘡惡化 你擠爛它附近的微絲血管 讓它的細菌又伸出更多 那你的龍就擠不到出來 變了小瘡變大瘡 那就非常之麻煩 怎樣幫助暗瘡催生 大家所需要的材料就是 針 那不用那麼誇張 這個是人家的糖尿病那些針 那不需要用這些針的 就算你去買一些30G 就是針頭的size 是30G的針頭 都已經可以了 外面一般的暗瘡針 我覺得它的針都是嚴粗 最好就是用一些幼針 來處理你的暗瘡 是最好的 而且非常之重要的就是 消毒酒精麵 首先怎樣處理呢 就譬如當我現在 當我這個有顆大暗瘡 我就洗完麵 清潔了它之後 我就將這個針 將那個白色點的皮 輕輕一刺 刺一刺它 讓它表面的皮 已經是破開了 拿兩支棉花棒 然後輕輕在暗瘡 1 2 3 給少許力 一按 你就會看到 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會出來 然後按下去 輕輕按 這樣 之後呢 你就用棉花棒 這樣撒一撒 將血眼籠抹走 接下來呢 再用這個消毒酒精麵 再清潔傷口 然後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用這個Drying Lotion 蘸少許Drying Lotion 蘸在剛剛滴完暗瘡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有含了酒精 還有一些消炎的成分 所以呢 對於滴完暗瘡的治療也是OK 但不要太多 因為這個都會令你脫皮 回紋針其實都可以用來滴暗瘡 不過一定要消毒得非常之徹底 非常之清潔 這個呢 是比較粗身一點 不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摺暗瘡 如果用這些暗瘡棒呢 有時候暗瘡未出呢 已經這個棒的鐵圈 已經是戒損了你的皮膚 就是因為它太幼了 那我用這個回紋針 消毒了它之後呢 然後輕輕這樣一按 輕輕一按 真的成熟的這個瘡 就一定是會必出來的 如果你輕輕一按 它也是無所出的話 大家請馬上放棄 千萬不要 要硬來 硬來就沒有幸福了 摺 單手摺暗瘡 單手 哎呀 壞了